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跟木可公司的争议持续延烧 时任的副总干事陈志涵指出 当时晋总办公室与木可公司对合约的理解就不同 晋办这边强调小物销售盈余的10% 大约140多万归木可公司 但是木可公司却坚持 这10%应该是募款的总额 也就是大约1400多万 两者相差了大约10倍 那现在柯文哲也坦诚是他自己犯了错 公司不分 晋总主张139.9万元 木可主张授权金是1500万元 这当中的落差我们感到无法接受 强调竞选总部与木可公司 双方对合约内容理解有落差 才导致爆出一连串错误 1400万元的10% 也就是大约是140万元 是可以提供给木可公司 我们要求木可公司应该要退回 1360万元 双方争持点在 竞总愿意支付木可公司 小物盈利总额的10% 大约140万 整料木可公司却失子大开口 认为合约内容的10% 是募款总额 这大约1300多万 一来一回 差了将近要10倍 而这资金当中 也包括许多小草们 辛苦捐赠的血汗钱 可文哲再度认错 自己监管疏忽 不过最大争议就是柯P早知道 财务长李文忠 还有他的妹妹李文娟 一位职长白银财库 一位是木可公司董事长 里外都是自家人 作为党主席 怎么不知道利益回避 支持者们关心 接下来要怎么样 把这1300多万元要回来 只不过谈到李家兄妹 可P态度却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要相信专业 这到底是要告 要告要怎么告 还是要怎么弄 告与不告 简单是非题 说不清楚 这样怎么能稳固 支持者们的心 前民众党员吴静怡再捅皮 明明柯文哲早就以400万元 授予肖像权给李文宗 怎么最后还会有这么多争议 那所得也会这个被克税 再捐给民众党 不觉得这样就要多辞一举吗 金流取向说不清 柯P又不愿对木可公司 拿出强硬态度 当初高喊清廉 透明SOP的柯文哲 光是进总业务承办 就一大堆问题 接下来我们的杨卫达 台北他们的